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Terry 今天感恩节的前夜 川普团队及共和党人开始大反攻 如我们在今天万维微波播报的那样 宾州以联邦法官回应当地共和党议员的诉讼 下令暂停宾州认证大选结果 同样是在宾州 当地立法机构 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涉及大选舞弊的听证会 川普团队大律师朱利安尼 带领众多维护美国法治的证人出席 在乔州 美国著名律师林伍德 在第一十一巡徽法院发起第二个核心诉讼 对乔治亚州州务卿及四名相关选举官员 非法处理邮寄选票的行径进行了起诉 除此之外 内华达州的一名法官同意 让川普竞选团队提出证据 以证明欺诈和非法行为困扰着该州的大选 这是川普团队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渴望推翻拜登在该州胜选的结果 并为其他关键州树立榜样 据川普官员透露 法官确定了12月3日的听证会日期 并允许进行15个取证 更重要的是 川普团队还计划提出证据 可能导致在民主党盛行的 克拉克县数万张邮寄选票被拒绝 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 11月24日在推特上说 来自内华达州的重大新闻 法官已经允许内华达州共和党人 在12月3日的听证会上提出 关于广泛的选民欺诈的调查结果 美国人现在将听到那些 有亲身经历的人提供的证据 这是提高透明度和补救 非法选票的关键一步 敬请关注 保守主义政治团体 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拉普 是内华达州案件的负责人之一 他告诉华府监察报说 这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 来展示这种历史性的欺诈水平 然而奇怪的是 川普团队的法庭胜利 几乎被主流左翼媒体忽略 而该州最高法院24日 对拜登所谓胜利的认证 却登上了大头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川普不光是在和拜登竞选总统 也是在和美国的 左翼主流媒体竞选总统 在11月17日的法庭文件中 川普团队提出了几项 关于选民舞弊的指控 包括非居民和死者的投票 但其最大的诉求是 数十万张邮寄选票上的签名 没有按照法律规定 由人工核实 更重要的是 他们发现官员们 使用机器来验证签名 这显然是违反规定的 甚至这些机器也存在问题 施拉普表示 他渴望有机会最终展示欺诈的证据 并提出成千上万的签名机错误的例子 由于许多州都要求进行签名验证 这也是川普团队调查欺诈的重点所在 内华达是关键的选举战场州 据目前数据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以约2.3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该州 但川普竞选团队指控 内华达州有数千起可证实的选民欺诈事件 美国总统川普11月25日通过推特宣布 他已经完全赦免了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弗林是川普的第一任国安顾问 随着川普上任以来 民主党发动的持续三年多通俄门调查 弗林案也一波三折 在川普赦免弗林之后 弗林可以彻底的从法院和司法部的官司中解脱出来 川普在25日的推文中写道 我荣幸地宣布迈克尔·弗林将军已获得完全赦免 恭喜弗林极其美好的一家 我知道你们现在将有一个真正梦幻般的感恩节 川普赦免弗林是川普四年任期内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因为弗林案始于川普首届任期初期 而终于川普首届任期结束 这场始于联邦调查局FBI 对2016年大选期间 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勾结的调查 已被证明是虚假不实的 弗林是美国退役陆军将领 他于2017年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通俄门调查中 坦诚针对自己在川普就职前几周 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的互动对法庭撒谎 随后被司法部起诉 随后弗林更换律师和策略辩护说 该案的检察官侵犯其权力 又骗他进行认罪协商 4月底曝光的FBI提供给弗林律师的审讯手写笔记显示 FBI曾故意试图诱导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撒谎 以便让他因此受到起诉或被解雇 这一消息近乎全部扭转了穆勒过去对弗林的指控基础 负责审查此案的最高联邦检察官建议撤销弗林指控 认为弗林说谎的FBI采访 是在没有任何合法调查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联邦法官沙利文没有立即同意撤销指控 而是要求外部法律专家对这一异常案件进行评估 有评论人士认为 该决定是为了试图想将弗林案拖延到拜登上任 预计弗林如今在收到豁免后 将继续跟他的鲍威尔律师合作 揭露和挑战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 11月24日亚利桑那州为川普总统带来好消息 拜登在该州多寄了6000多票 纠正错误后 其领先优势从10377票降至4202票 错误是在格林立县发生的上传选票时 显示有22110张选票 但实际上应该是3723张票 州官员说错误现在已经纠正 亚利桑那州ABC15电视台的数据分析员加勒特阿彻在推特上提到了这一错误 然后轻描淡写地称这种情况实有发生 可是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票数 竟比拜登目前领先川普的票数还要多 而且似乎所有发现的这些错误最终都只对一方有利 亚利桑那州州务卿凯蒂霍布斯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错误 他写道这是由于一个上传错误 格林利县在上传自填候选人信息时多次贴出结果 导致今天非官方选举结果短暂显示了错误数据 该错误已被纠正 在威斯康星州也发现 在大选日三周后 密尔沃基县又神秘地发现了386张未开封的选票 据密尔沃基哨兵报记者玛丽·斯皮·库扎报道 这些未开封的选票来自南部的一个选区 威斯康星州的重新计票已过去了四天 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 已经对该州数万张选票提出质疑 该州认证选举结果的截止日期是12月1日 到目前为止 拜登在该州仅领约2万票的优势暂时领先 11月25日 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 在格迪斯堡主持有关选举欺诈的听证会 据报道称 川普原定和律师朱利安尼一起参加听证会 但临时取消 只有朱利安尼出席了听证会 随后川普通过电话参与会议 他鼓励他的支持者 不要为民主党人和其他人 劝阻他们揭露选举舞弊和违规行为下道 川普提及在宾州的共和党监票员 被当地选举官员刁难 不让入内监票 即便获得法院命令 未允许进入计票室后 还得像看棒球比赛一样 远距离的监督计票 他说 如果你是共和党的监票员 那么你会被当作狗一样对待 而民主党人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场听证会是应该州 马斯特里亚诺参议员的要求 由参议院多数政策委员会举行 讨论有关2020年 宾夕法尼亚大选的最新问题 这也是川普竞选团队 与宾州 亚利桑那州 和密西根州 共和党州议员 协调安排的三个听证会中的首个 接下来 亚利桑那州立法会机构的听证会 将在下周一举行 密西根州立法机构的听证会 将在下周二举行 川普团队新闻稿说 州议会具有独特的资格和地位 可以在选举人被选中之前 就选举违规和舞弊行为 举行听证会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 第一二款的规定 州立法机构拥有 挑选选举团代表的唯一权利 为防止选民舞弊和选举操纵 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时 佛克斯新闻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 Law Dobbs也在推特发布了有关消息 他的推文表示 川普团队在亚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 赢得了有关选举问题的听证会 拜登的所谓过渡团队成员陆续公布 不过媒体发现 外交国安领域的重要职务人员 包括国务卿 国安顾问 以及热门国防部长 都与华府一家神秘战略顾问公司 关系匪浅 引发拜登阻隔 恐牵涉庞大军工情报利益的遗云 多件美国媒体在拜登公布 第一波内阁名单前后 开始对这家公司做出调查报道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11月24日报道 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 于2017年与国防部长热门人选佛罗诺伊 以及另外两名奥巴马时代内阁官员 联合创办了西政咨询战略顾问公司 据传该公司曾协助军工企业 向五角大楼推销订单 报道形容 该公司已成为拜登内阁的预备班 报道还揭露 拜登的国家情报总监人选海恩斯 也是西政咨询负责人之一 而拜登交接团队高阶顾问 曾任国务院发言人的沙琪 也曾任之于西政咨询 目前该公司有五位职员请长假 义务为拜登过渡团队工作 物色组成国防部及财政部班底的合适人选 上周拜登出席了由西政咨询 现任负责人主持人沃克和科恩主持的 国安事务简报会 两人都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公职 均是拜登内阁要职的大热门人选 Politico同时披露 至少有21名西政咨询所属员工 曾经捐款给拜登竞选团队 其中佛罗诺伊就募集超过10万美元捐款 据西政咨询的网站 它是一间提供其独特地缘政治及政策专业知识 以协助商业领袖在复杂且不稳的国际格局中 做出适当抉择的咨询顾问公司 然而另一家媒体《外交政策》的报道指出 西政咨询据报曾为军工企业提供过顾问服务 因此部分外交界人士担心 船将接任国防部长的西政咨询 共同创办人佛罗诺伊一旦统领五角大楼 其决策会受到有关利益团体影响 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网 11月25日发文指 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徐林发出 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 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的警告 是针对马赢旗下的媒体帝国而来 也是一种令人玩味的特殊信号 有少数观众朋友分不清万维和多维 我们在这里重复说一下 我们万维的边际在加拿大温哥华 而多维的边际在北京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媒体 被归为中共大外宣系统的多维网 在文章中说 在马云外滩讲话和蚂蚁集团暂停上市事件的发酵下 外界往往忽略了 马云的阿里系旗下 不仅有代表电商平台的淘宝和天猫 代表互联网金融的蚂蚁集团 其实还存在一个媒体帝国 文章指 阿里巴巴集团大约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开始 就大规模投资媒体 包括社交软件默默和新浪微博 知名自媒体舆论平台 虎秀 并入股控制精华时报经营权的文化中国传媒集团 2014年 阿里还开始对视频类媒体及境外社交软件注资 这之后 阿里在2015年达到投资媒体的鼎盛时期 投资涉及光线传媒 灵感爆料 包括报栗战书家人及其在港的敛财情况 习近平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主动撕毁中方代表团认可的让步方案等等 该报因此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习近平政敌江曾家族的海外传声筒 多维这篇报道也提到 今年来互联网巨头们和监管层舆论对抗的现象开始出现 而马云10月24日的外滩演讲 则被认为是场持续多年的舆论战的最高潮和收官之作 徐玲的这番讲话被解读为 继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之后 中共意识形态高层对通过资本影响媒体 甚至操纵舆论的互联网大鳄门的再次喊话和警告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